觀察者網將在美國大西洋雜誌的一個稿 譯成中文,我打算和大家讀一讀 我的作者就是喬治柏克 題目就是特朗普總統的政治庫文 即是以為特朗普總統的政治玩完了 我覺得未必是 他隨時有機會在下一屆再重來 所以我不敢說他這次玩完了 還有機會的 不過沒了,他以為大家讀一讀 在營光網上大家會見到中英文擺本 縣文是英文的 中文那邊是在觀察者雜誌翻譯 我做了很少的修改 今天要和大家讀 他説,想要評估特朗普的政治遺產 首先是用數字來説 在二月以來,二月當然是指2020年的二月 有超過25萬個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是死了32萬個多 佔全世界新冠肺炎的 致死人數的最少五分之一 居所有國家之首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三年 有230萬美國人失去了醫療保險 這就是指特朗普在任的三年 導致一萬多人 所謂的額外死亡 即死多一萬人 而在疫情期間 仍然有數百萬人失去了醫保 有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年度指數上 美國的評分從奧巴馬時代的90分 落到現在特朗普時間的86分 低於希臘和毛利球斯 我們知道這個評分是用西方標準的 所以將美國的評分率很高 因此他合格有餘 我個人來說覺得他完全不合格 不過沒有 那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我們照說 接著他就說 特朗普帶領美國撤出了13個 國際組織協議和條約 美國每年收的難民數字 亦都從8.5萬人跌到1.2萬人 另外在南面的邊界 亦都建了一個400公里長的隔離網 他一開始就要建一個牆 然後另外最少有666名的兒童 現在因為被邊境官員扣留之後 就找不回他們的父母 他亦都撤銷了80項 和環保有關的法例和條例 他任命了大約220名的聯邦法官 其中有三個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些人之中有8-24是女性 4-4是黑人 但是100%都是保守派的 在他任內被美國律師協會 評為不合格的法官 人數比過去背外世紀 任何總統之內的人數都要多 美國的國債亦都增加了700萬億 增幅就是37% 在特朗普執政的最後一年 就是2020年 美國的貿易易差 就有望超過6千億美元 創下了2008年以來最大的缺口 雖然他和很多國家打貿易戰 但是貿易戰之下 美國的貿易易差一直在上升 特朗普也簽署了一份所謂重要的立法 就是2017年的立法 這個立法 照一般的研究發現 首市使到美國40個最有錢的人 總稅率低於其他所有收入的人群的稅率 在特朗普的第一年 他交了750美元的稅 他任職期間 納稅人和政治捐助者 就向他家族輸送了最少800萬美元 這個利益輸送在任何地方都會叫做貪污 不過美國不是這樣叫 而在特朗普的治理之下 美國變得更加不自由 更加不平等 更加分裂 更加孤獨 另外債務會也加重 政治上就好像一個泥辦 更加髒 更加卑鄙 更加變態 亦都更加致命 而現在美國更加妄想 特朗普執政這麼多年 造成的最持久破壞 由於他所發布的25000條虛假 或者具有誤導性的聲明 透過社交媒體和有線新聞的超強傳播 不過他們汇染了數以千萬計人的思想 特朗普的謊言 將流傳數年 就好像放射性的焚哀一樣 一樣會繼續毒化環境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 總統們都喜歡慣性地說謊 由戰爭 去到和性愛有關的東西 甚至去到他們的健康 都是謬話不說謊 當說謊的後果足夠嚴重的時候 這些謊話就會複蝕到民主 例如Lindon Bean Johnson 所謂Gulf of Talking這件事 引致美國進入越戰 這個現在是Johnson的謊話 而Richard Nixon本身 一輩子都經常說謊 被人稱為Tricky Dick 也是非常習慣說謊的 譬如在越南和水門事件 美國人就開始不再信任他們的政府 但是這些以前的總統說謊的案件 發生在一個目的有限 而且理性的時代 為了掩飾一些醜聞 一場災難的消失 為了完成某個特定的目標 而誤導觀眾 從某個意義來說 美國人期望他們的領導人 還有一定程度的虛構 例如卡達在1976年參加競選時 曾經承諾我永遠不會再對他們說謊 他之後也確實手信承諾 結果選民把他送回Georgia 送回Georgia 跟他相比 列根 Donald Regan 他就反而說謊 而反而得到更加受歡迎 即是說謊 大家不同 有些人說謊 說了不說謊 沒有說謊 結果就贏不了下屆選舉 你教訓總統們要說謊 在特朗普所有前任之中 最為虛偽的人 會很小心把自己的想法 藏於自己的個人錄音裏面 但特朗普又不同了 他大聲地說出來 他這樣做 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控制自己的衝動 而是他故意地 甚至有系統性 去摧毀本來制約他的權力規範 對他的支持者來說 他這個無恥成為誠實和力量的象徵 他們領悟到這樣的信息 他們可以暢所欲言而不必道歉 對他們的反對者來說 遵守遊戲規則 就算是約約地叫一聲總統先生 他們會當作容易想當 美國政治語言的水準 就此普遍拉低 留下來的只是巨額的羞辱赤字 特朗普說謊就不同了 這些謊話屬於後現代的謊言 這個是Post-Modern 後現代 即現代時代之後的謊言 他們就不對這些 或者那件事作為攻擊 而是對現實本身作為攻擊 它傳播到公共的政策圈之外 侵入了私人的生活範圍 蒙蔽了每一個人得不到喘氣的機會 消滅了真正和虛假之間的界限 即現在美國根本分不清什麼真什麼假 他們之所以出現了 為了過去這樣向公眾隱瞞的 不肯採視 對於換做其他總統都不敢 都會不為餘力保密的事 他們會直言不諱 他對參議員譬如 那個John McCain 和其他戰鬥英雄的實際看法 他一點也不用說他們蠢 他急不可耐地除掉自己的 另外他也是急不可耐地除掉自己的不忠的效術 他炒得很輕鬆 他希望執法部門保護他的朋友 收拾他的敵人 他試圖威脅外國的領導人去飛綁自己的政治對手 他對金正一 即北韓那個 和普京都非常敬佩 因為這兩個都是獨裁 他看好白人種族主義者 他敵視少數族裔和宗教 他亦都非常藐視女性 在2020年總統選舉這個過程之中 就更加炮製了幾個月的緊張 他每天大約是50個謊話出來 這些謊話對他很不掩飾的暴行相負相成 說謊話是無恥的另一個變種 正如他大聲說一些本應該不應該說的話 對那些既定事實 他又一次又一次地說謊話 越是厚顏無恥 屢次三番四次地說謊話 在投票結果的兩天之後 由於選舉結果顯示 他幾乎必定輸 他就開始在白宮的港台上面 宣佈自己贏了總統大位 而他的對手正在偷他的總統寶座 在特朗普任期之內發表的陰謀論 就是有陰謀論的顛峰之作 他這個機會了他享有特權的子女 對他公信的屬下 國會媒體的網神 一起發表一些數十份的聲明 這聲明宣稱這一次的欺詐選舉 遵循特朗普時代第一個重大謊言的出爐套路 共和黨建制派也跟著站隊 在選舉出後的一個禮拜之內 宣稱搖擺州選民舞弊的虛假陳述 就在新聞界和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將近五百萬次 在一項民意調查之中 百分之七十的共和黨選民認為 這個選舉是不自由不公平的 於是一個暗戰商人的故事 被深深藉入了數百萬美國人的腦海之中 而這些人的頭腦中的故事 就會好像炭和畏熟一樣 永遠不會消失的 最終就會吞食了他們對民主制度 和價值觀的最後一點信心 這個故事將擴大特朗普信徒 和反對者之間的分歧 他們可能生活在兩個不同的 他們可能生活在同一個城鎮 但是兩個不同的宇宙 而這正是特朗普想達到的目的 他就是要把我們所掌一個 無法知曉現實的精神監獄 這樣他就可以無論在在職 抑或卸任之後 都可以繼續操控權力 包括毀滅的權力 其實這裡我講過很多次 民主這個概念 即將選舉等同作民主選舉 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好政府 其實現在是應該挑戰的 所以無論美國人的內置中 他們的民主已經被特朗普打到爛了也好 他們仍然相信民主 所以這個死政是未改的 然後他就說 對他的對手來說 這些方言 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嚴重挫傷他們的士氣 無論清查那些假事 核對事實或揭穿陰謀 都沒有任何分別 特朗普一再證明真相不重要 在理性人身上 這個激起的懷疑、憤怒、疲憊 亦都開始激起發出一種衝動 想稍稍地離開政治領域家局 這個幻想家 於是真正理性的人 根本不想再提政治這件事 對特朗普的信徒來說 後果更加嚴重 他們就交出自己判斷事實的能力 放棄了自己管理自己的 言行的架構 他們變成了 隨風起舞的垃圾 在特朗普推突 刮起的任何荒謠風聲 都能夠將他們吹起 對他們來說 真理是通過傷害敵人 而世界重新歸於完整的東西 他越牽強就越有力 越令人激動就越好 選舉結果之後 隨著選舉舞弊的指控開始增多 改革派的右翼 媒體 活動家 例如Matthew Schiffel 在推特上說 對保守派記者來說 真相就是能夠傷害到 左派的任何東西 甚至不需要是事實的 因此 特朗普可以在乾天快樂之下 對任何一個主題 說謊 說無數的謊 都好像合理 因為他欺騙的目的 就是一個 欺騙指明一個更大的真相 自由主義者是邪惡的 這裏 作者亦將自由主義 作為一個神聖 不過侵犯的價值 大家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特朗普傷害到我們每一個人 不是我們當然是美國人 大眾對於精英 一向都有敵視 特朗普利用這個敵視 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一個民主社會之中 什麼是真呢 誰說了算數呢 專家還是人民 一本書的作者 那本書是民主與真理 英文就是 Democracy and truth 的作者 一個歷史學家 叫做Sophia Rosenfeld 將這種衝突 追究於 追回到啟蒙運動之時 就是 The Enlightenment 即是法國大革命 西方開始要擺脫王族管治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現代化的民主就開始出現 顛覆著國王牧師的權威 大約是18世紀以後 真理 民主化這個理想 屢次受到威脅 因為無論是專家 還是大眾 認知的集團 都試圖單一控制這個進程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尤其是在一些 非科學的領域裡面 真假很多時候 是比較模糊的 沒有一個所謂正確答案 所以 大家都搶這個話語權 大家都搶這個 定義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繼續回來 他就說 貿易談票代表 政府的官僚 智囊團裡面的人 之類 教授 記者 這些專家 壟斷了公共政策的制定 這個促成民主主義的反彈 從來的時候 特朗普獲得了權力 特朗普的謊言自覺 驅使受過教育的美國人 更加堅定地信賴 甚至認同 本來不應該獲得這種 信賴和認可的專家 這裏他舉例 就拿了 疾控中心那些人 但其實疾控中心那幫科學家 其實大家都可以相信 不過在美國 科學家都不可以相信 這個才難搞 在民主主義者和專家之間 進行的戰爭 就慢慢緩解了 雙方可能說服民眾的衝動 都說他不明白了 局面 僵持 他們變成 是一個好像漫畫人物 將它漫畫化 特朗普的遺產 也包括了一個極端的 局和黨 局和黨 經過他之後 現在非常極端 這個黨 這個黨 試圖通過明顯 不民主的手段 去保住權力 任何的政黨 都是想通過任何手段 保住權力 所以這個 不足為奇 所以 民主 只是 手段問題 現在被特朗普推動之下 我可以拿到權力 不用民主 不用民主 以及一個反對黨 這個反對黨 只是要推出本黨版本的極端主義 特朗普留下一個信任扭帶鬆弛的國家 大家都沒有互信 他被這個社會留下一個榜樣 為每個人偷稅、流稅、行災樂禍 打開了方便之門 這個榜樣不是一個好榜樣 他有很多政策可以被逆轉 或者是調和 更難的就是 要把他的謊言 從我們的路口之中清洗出去 使我們 能夠重新 對現實 有一個統一的認知 而這個正義 是民主賴以存在的基礎 即是 民主理論上 應該是大家都明白事理 有理性 但是 特朗普把現實和幻想混合一堆 現在大家分都分不開 但我們現在有個機會 因為特朗普任期最後一年發生了兩件事 將這個邪惡的真相揭露出來 第一當然就是冠狀病毒 特朗普執政末露出現在2020年3月11日 當時他第一次 以新冠疫情為題 向全國發表講話 他那時還未完全了解情況 這個病毒是一個事實 特朗普不能夠再靠說謊 來讓大家忘記這個事實 也不能夠將這個事實 變成一個政治的利器 他實在是太過人了 太可怕了 他太真實了 經過數十萬美國人的死亡 當中很多人本來不用死 特朗普當局 一味就是沉醉於幻想 黨派煽動和個室犯罪 間白搖擺不定 另外就要推些個室給人 大量美國人開始 意識到特朗普的謊言 可能會讓他們所愛的人 拋掉生命 我昨天跟大家分析過一個 叫做河山石的人 很可惜他死都不知自己 是死的是什麼原因 然後回來 第二件事發生在11月3日 即是投票的時候 幾個月來 特朗普一直瘋狂破壞 美國的選舉制度的信任 破壞美國人對選舉制度的信任 選舉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所以的確確作無疑 是屬於人民制約權力的控制肝 這個作者仍然認為選舉民主很重要 正如我多次跟大家分析 民主不應該只由選舉來決定 不過無論是西方人現在還未能走出的框框 他們的所作所為 包括不停地說大話 對大選存在在郵寄選票欺詐的現象 但選票的大多數是直接放入投票箱 去到投票第一日之前 那些人已經在投票站排隊 有些人甚至已經排了10個小時 我們一直去到投票日結束 大約有1.5億美國人 冒著幻想新冠肺炎的巨大風險 來投了自己的一票 創下了自從1900年以來最高的投票率 洛伯總統再次嘗試通過奪走我們選票 來沾污我們的信仰 這當然是一個信仰 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好的民主選舉 並不一定選到好的政府 譬如特朗普選出來 選舉不會使其停止殺荒 當然不會 或者結束荒言所反映的更深深深的衝突 我們認識到我們還需要民主 這個特朗普的遺產 不是美國不需要所謂的民主 美國需要一個政制的完全改變 要能夠適時地反映到現實的需要 但是沒有了 這個是西方的評論家 當然他們看東西 就仍然帶著有色眼鏡 認為一定要民主 不民主就什麼都假了 還未能夠跳出一個框框 看到其實政制最重要的 是能夠產生一個好的政府 而這個好政府 要能夠為人民真正服務 而不是他們之中 一個好政府就是選出來的 這個絕對不是 所以就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篇文章 也可以看到 我們繼續看美國的公知們 看看跳出這個框框的現實